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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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謂的系統 它其實指的是 有一堆元素 元件 它可能是電腦 可能是小螞蟻 都有可能 或是一些螺絲 這些元件它會集合在一起 一起為了某一個功能 或者是某一個目的努力 這就叫做一個系統 比如說像什麼 生態系統 對 如果在生物界 他們就會有一個生態系統 食物鏈可能是其中一個 食物鏈呢 你把它換成我們賣的東西 在資訊館裡面 那就是供應鏈 從上游到下游 好 再來交通系統 比如說這邊北部 北部我就比較不熟 北部可能比較賽的 不知道是哪裡 揚美 平鎮 再來比如像台中 或台南什麼頂晶系統那些 比如交流道 快速道路 1號 2號 3號 高速公路全部弄在一起 這一些 很多不同的元件 他們都是可以獨自運作的 然後現在把它們給結合在一起 好 這就是一個系統 那當然像什麼政治系統 經濟系統 製造系統 跟這個服務系統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系統 那我又再舉一個例子 像這個客服系統 客服系統包含什麼 客服系統就包含了知識管理系統 客服人員一定要有相當的知識 比如說你有沒有 假設手機好了 比如說我們手機打客服去 然後跟他講說我的手機 想要把那個 GPRS的功能關掉 因為他付錢又常常不小心點到 如果那個客服的人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我先查一下那個 GPRS的選項 是不是有在EmoMe上面可以關 那就糟糕了 知識管理就沒有做好 有一塊是知識管理展現知識 另外呢 電信系統 你輸入你的電話名稱 或是身份證照 他就可以自動對應到 這個人身份 然後查詢他過去有打來的紀錄 或者做什麼的 好這個管理系統 然後再來還有人的系統 包含資訊的部分跟人的部分 就都有涵蓋到 那所謂的系統就是指向 這樣子的事情 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功能 可以結合在一起 然後有為了某一個目的 再一起努力這樣 好 那另外有的學者 他會再把它分為連續型跟理善型 這個倒不是 要考這個名詞解釋 是大概讓你知道一下 所謂的系統的方式 名詞解釋 這種比較基礎的名詞解釋 必要的會講 好像連續跟理善型 我們所有碰得到的系統 都是理善型的 什麼是連續型呢 就是他悄悄的在變化 你卻不知道 比如說呢 池塘的水位 他有的時候在蒸 有的時候在減 不知道 可是他有沒有在動作 有 他是一個連續型的 再來 什麼是理善型的 他是可以以時間點切換的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我們的系統就是 來 氣象系統好了 雖然氣象是一直在變對不對 可是氣象系統會不會一直在變 不會 你看那個氣象驅射預示圖 他一個時間點抓一個數值 那個數值的大氣壓力是多少 就是多少 不會再變 他就一次一個 那為了讓你了解呢 舉一個 季概裡面的數位跟類比 所有的系統都是數位的 就是比如說像耳溫腔 以前的水銀溫度計 你放進去可能看37度 他很有可能是37.1256789度 因為你只是看他大概的刻度 可是數位耳溫腔多少就是多少 他是四十五變成一個位數 那我們所有的系統 假設如果那麼的剛好 有一位特別偏到這樣子分類的方法 記得我們碰得到的系統都是離散性 連續性大部分都是指那些自然界的系統 或是那些我們沒有辦法人為控制的 只要進到電腦就會是離散性 為什麼 電腦是數位的對不對 然後在器杆裡面有沒有提過很多0101010的東西 只要進到電腦裡面 什麼東西都是數位的都是離散的 如果太不剛好碰到 記得都是離散都是數位 只要用電腦操作的東西 一定都是數位跟離散 那是進入電腦一定要做的轉換 好 來這個系統接觸了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系統是軟體嗎 好系統是軟體 所以在這剛剛我們有簡單解釋一下 系統他其實不是軟體 好不能說不是啦 系統他是很多元件要為了要讓大家完成目的 一起這樣做連結嘛 好可是呢 有一部分是要運用這個資訊科技的 要有這個資料的 好那這些東西他叫做資訊系統 好 他是原本的他的定義是一個軟體 好所以 好 系統未必是軟體 可是軟體一定是系統 因為軟體都有目的 好比如說這個 你們之前有沒有接觸過這個 這個 資訊管理系統或資訊管理系統概論 有的話裡面應該有提 軟體的分類有沒有 作業系統 應用軟體套裝軟體這些對不對 你看那個都是一樣 軟體他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 在做的事情 就是專門針對管理軟體那套 可是在系統這邊 系統分析這邊大概提一下 軟體一定是系統 他們都有自己的目的 文書軟體 會計軟體 做一種都有他們自己的目的 一定是系統 可是系統未必是軟體 好那我們現在講的資訊系統 後面講的系統都是指軟體 這種解釋名詞之後 只到這裡 後面講的系統 就全部是指軟體了 為什麼 因為呢 來這個是我們 日常生活中 最容易接觸的 而且最直接可以看見的 比如說我們去買iPhone有沒有 就最直接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嗎 比如說像交流系統 或什麼時候可以看到交通系統 根本看不到對不對 你要飛到天上去才看得到 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可是我們平常在接觸 包含手機 手機最近有那個新的平台 Android那個也是系統 最常接觸 而且最能夠我們最常使用的 都是這些資訊系統 所以漸漸的大家就已經 約定成熟了 也不能說約定成熟 就是已經習慣這種稱呼的方式 只要講到系統 一般而言都是指軟體 尤其是在跟我們這種 資訊領域相關的地方 只要系統都是軟體 可是你要稍微記一下 它的本質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系統可以包含很多 包含人的組織 像管理學裡面有講這個組織 有講組織變革那個部分 人也是可以組成一種系統 可是在這邊 系統指的就是軟體 因為我們在講系統分具設計 這個系統指的是資訊系統 我們要用這個資訊科技來幫使用者 來幫你的公司 來幫你的機關來解決問題 這個是系統 來我們看一下一般常見的這個 資訊系統 當然我是指 不是用電腦操作 用電腦操作 你們可能還比較常看到 比如說什麼呢 便利商店 然後它有 它有一個系統 那個叫做 銷售點系統 POS 然後還有現在還有悠遊卡的 提款機也是 Visa也是 手機這個也是 下次你也可以注意偷偷看一下 它任何的機器都有個裝置 叫網路線它都會連線到同一台主機去 每個架構都是這樣 所以它 都後面都是靠著資訊科技的方式在運作 再來公司很好 更不用講了 現在很少能夠 這個不用用資訊系統就能夠 辦事了 太少了 什麼都要講異化 如果完全沒有 大概不太可能 傳產都有了 不太可能 好 政府部門現在也是 記得現在有一個政府部門 比較有可能的是像 政府E網 我們有一個E政府入口網 那裡面它有的時候 我是說有的時候 如果它有出現最近的標案跟說明的話 那個可以看一下 因為他們會有一致的作業 比如說之前澎湖要開發那個 哪一個島區 不是博弈 是另外一個 這個應該不給你看的 好 臨時想到卻沒有把它加進來這樣 不小心想到這樣 OK 好 它會把它的使用者分析放上去 它會把它的標案目的放上去 好 那一個東西呢 基本上它就是他們接受的格式 格式不是說大家變哪邊 只是說分析 我們這一章會講很多分析的方法 當然很多人家都會有不同的分析方法 可是他們會有比較喜歡的格式 如果像有那種 不用特別去找 特別去找那個太累了 它有最新的就會有 目前我知道最近的是澎湖的 還是我剛好看到 可是那也沒有很近 大概95 96年了 它會把使用者需求放出來 會把它的流程圖放出來 會把它的網站架構放出來 那個都可以參考 好 就是政府部門都要用 所以這種資訊系統就越來越多 那當然因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人腦沒有辦法達到這種記憶跟速度 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講很快講完 等一下就突然考你試 你可能有的會不小心沒有記到 可是電腦會不會 它不會 反正它記了 你擺個十年 它可能還是找得到有沒有 就好像那什麼 人肉搜索 反正走過 避留下痕跡 只要你走過它就一定找得到這樣 好 你看一下這個 好 像這個呢 這個就屬於金融系統 所以它都一台一台 但是它背後還是連結到網路 不然在這邊領 然後另外地方領的錢 有扣還是沒有領的錢 背扣那都很恐怖對不對 好 這個後面還有一個架構 那如果是在資訊管理會 或是電腦網路概念裡面 它大概會提到一個X.25的網路架構 那個就是金融系統比較常用的 他們以前就用X.25 那個是一個網路的架構 那再來像這種補單的 補單這個也是啊 基本上這些都已經跟你的網站 比如說像中華電信的emomi 遠傳的大寬屏 那台客大概應該也有 基本上都已經連結在一起了 就是你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跟在這裡看到的會是同步的 好 他們